甲醛从哪里来呢? 甲醛一般来自于尿泉素质、粉泉素质和三聚氢胺素质 这些素质呢,是用来制作那些MDF、particle board,就那些家具用品用的 如果你是石木家具呢,你很少有这些素质存在 这些素质呢,就是用来粘那些碎的那些木头,就木头扎粘起来,然后变成三聪板,就是那样用的 然后尿泉素质呢,其实你是可以买得到的 尿泉素质一般它不会给你100%的尿泉素质,因为尿泉素质不防水 它会混有一些三聚氢胺在里面 尿泉三聚氢胺素质,那样的话是这样的胶粘系统是防水的 但是,这些不管是尿泉粉泉还是三聚氢胺素质呢 它里面的泉,意思都是甲醛 甲醛是一个重要的反应剂 一般是1比1的比例,或者有可能是甲醛稍多一点,形成更高的胶粘度 就是说1比1的,摩尔比的尿素和甲醛 然后反应以后,还有加催化剂,反应以后生成的那个素质,就叫做尿泉素质 然后,里面有可能的甲醛并不是100%反应的,所有的那个有机反应 那那个甲醛都不是100%反应的 所以呢,那个有一些甲醛藏流,然后甲醛呢,是会挥发到那个空气中去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,就是说,甲醛它并不是100%稳定的 它是可以那个被降解的,它是在紫外线照射下,它是不稳定的 在加热的情况下,它也是不稳定的 它本身还不稳定,它可以有雨水反应,它可以生成酸 所以甲醛本身是不稳定的,但是在它被降解之前 它有可能已经被你吸收到人体里面去了,它对人体是有害的 所以一般来说,如果你购买的家具是那个 是那种合成的那种家具的话,就有可能 有甲醛吸出的那种现象出现 这就是甲醛,甲醛从哪里来的地方 从这里有没有造成的最后再继续 我没有 Bo? вер4 谢谢观看